這次都發局有做一個退縮綠帶的處理 林口街80巷是退縮20公尺 可是如果把路寬加上綠帶的話 林口街80巷其實只有28公尺 林口街80巷你看它有一個嚴重的日照問題 那有這個問題可是竟然和基地的相隔距離最近 那就好比林口街居民說好癢好癢 可是都發局卻沒有稍早養醋 有日照權問題的地方竟然是28最小 那如果沒有獲到重視我們當然會抗爭到底 那3月27日說明會都發局對我們說 那麼會留20公尺的綠帶 然後又加一句話 平均達30公尺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我家前面如果是20公尺的綠帶 永遠都是20公尺我家又不會移動 哪來的平均問題 那這不是把左手放在0度的水 右手放在80度的水 然後平均40度很溫暖喔 這什麼嘛我們搞不懂 下一張 那林口街80巷像我們的公寓就是這個棕色的齁 那這三塊綠地都發局打算保留A1A2 可是A0打算把它拿掉 那我們是建議說三個都保留 那它就會成為一個天然綠帶 那為什麼這個A0要保留 而且這個A1裡面有五顆樹 它沒有保留 它要把五顆剷掉 那A0全部剷掉 那只有保留部分的A1跟A2 那我們建議的做法是這樣 請下一張 A1裡面有五顆樹 沒有受到保留 建議可以保留 因為這五顆樹非常粗壯 你既然保留A1 為什麼要把那五顆拿掉 下一張 那這個A0 A0為什麼要保留 因為它有十六顆耶 其中還有蘭樹五顆 非常好的樹 小葉懶人非常好 張樹那更好對不對 還有九顆水果樹 可以給小朋友看看 這是芭樂 這是芒果 這是龍眼 不是很好嗎 教育價值下一張 那如果把A1 A2 A0三個連起來 變成天然綠帶 那社府的建築物推到天然 綠帶以南十公尺 這樣就可以解決日照權的問題 而且社府的建築物 也可以避開斷層帶 下一張 2月27日 都委會審議的時候 已經有委員指出 說請製作本案的立體開發建築模型 那麼都發局做了嗎 那自由時報在1月13號就報導 社會局長王浩 他表示說 社府用地只會新建一棟公園住宅 一棟老服中心 而且兩棟都位在開發基地的中央 這是自由時報登的喔 可是都發局很奇怪 他的態度很奇怪 他對於棟樹樓層位置 都不肯明確的說明 居民真的非常一律 擔心日照權受損 都發局請不要再推脫 最後一點喔 最後一點 2月27號開這個3月27號開說明會的時候 我把我們一直要這個資料 開會資料 那後來他給了里長 我們去引印 可是今天的這個開會資料 我們以為都發局 應該就知道說 上一次我們都要資料 應該給我們 結果他今天的說明資料跟說明會 就是跟3月27 今天是4月2號 他說明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已經有做一些改變 那對我們居民來講 你突然給我一個資料 簡報一閃就過 我們如何做回應 所以你應該開會前 都發局應該把資料給我們 跟上一次一樣 上一次我們是要好久才要到 希望下次如果開會 能把資料先給居民 這樣大家資訊上才有一個公平對待 否則你這樣講一講 我們怎麼回應 不可能嘛 假如說你們開會 同樣你們上班的時候 上主管這樣給你一個資料 簡報啊就叫你發表意見 提出良好的意見 你做得出來嗎 我上班那麼久 我是覺得不可能 好謝謝 好吧 謝謝 好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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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